说起张纳拉大家都非常的熟悉,因为早些年和苏友鹏一起出演的电视剧刁难公主大火,这部剧当时收到很多人的喜爱,可谓是红遍大江南北的一部神剧。 张纳拉和苏友鹏的演技都是非常的精湛,剧中女主角,古灵精怪,调皮可爱,女装更是迷到众人,这样子她在当时的口碑真的是不错。 因为这部剧张纳拉在中国的名气也十分的大,可以说她是韩国明星来中国发展最好的了,她的一张娃娃也真是非常的讨喜。 现在张纳拉的一部新剧已经开始播出了,据说很多的网友声称,真正的收视率女王回归,赵丽颖将地位古堡,大家知道赵丽颖这几年可谓是娱乐圈的收割机, 因为只要有赵丽颖出演的电视剧,几乎每一部都会大火的,所以网友就拿赵丽颖和张纳拉做比较了。 最重要的是两人的长相也是十分的相似,还有就是娱乐圈长得非常漂亮的迪丽热巴了。 她在娱乐圈科室刚刚起步,她出演的电视剧也算不少。 今年虽然得了精英女神奖,但是估计和张纳拉相比的话,也是稍有逊色的。 看来张纳拉的回归还是挺受大家的欢迎,因为有网友表示,如果张纳拉付出的话,那就会有很多好看的电视剧了。 所以大家对她的欢呼声还是挺高的,对此大家怎么看呢? 欢迎留言评论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